北极熊依靠海滨作为捕猎平台 然而,这种栖息地的变暖和缩小 让北极熊在很长时间内无处觅食 春天捕猎季节缩短了,缺少食物的夏季延长了 冬天仍然难以捕食 这使北极熊在生理方面备受压力 华阅明大学的研究人员乘破冰船捕捉到20多只北极熊 采集血样并植入传感器来记录体温 他们对冰上和岸上的北极熊已经监测两年了 早期研究曾认为,北极熊在夏季能够靠走动式休眠来弥补食物的缺乏 让身体活动和新陈代谢率缓解到类似冬天的水平 我们发现北极熊像它们的近亲棕熊一样 没有能力把新陈代谢率降低到我们在熊冬眠期间看到的水平 所以它们夏天在没吃的情况下能够坚持的时间是有限度的 大卫说,所以它们储存能量的能力没有人们预计的那么大 作者们在科学杂志呼吁采取行动 如果我们要做有责任性的地球公民 就必须尽自己的一切能力来遏制和扭转海滨减少的趋势 这意味着人们要控制温室气体排放 这些气体会使全球变暖并驱使北极熊走向灭群 感谢观看